中国人为何不愿意移民俄罗斯呢? 现代的战定之后,摆脱了满清时的地关锁国,开始大力的提升国家的实力,经过了几代领导人的努力,终于把中国带向了世界,让我们的大中国在世界上有了话语权,现在看其他大到处的去国外访问,还有别的国家的元首来我们国家,是不是觉得背有面呢?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,我们知道了中国有那么多的富豪,登上福布斯亿万富豪榜的中国人就有400多位,占了全国的第二位,仅次于美国,随着国民实力的提升,为了更好得享受生活,很多的国人选择了移民国外,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,俄罗斯离我们的国家那么近,国人移民过去的却并不多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我们的国家也是属于移民大国了,像是美国,新西兰,新加坡都有中国人,华人可谓是遍布全世界了,咱们就来分析一下吧,其实也就这三点的原因,第一,利息关系,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发生的战争上,也省不了俄国的身影。 在晚清时期,俄国就侵占了我国大量的土地,蒙古就是因为它才独立的,再加上后来与苏联的关系交互,冒出了一系,烈的历史事件,即使苏联解体,但是俄罗斯作为它的继承者,自然也不被国人所喜啊。 第二,GDP,俄罗斯的版图,也是挺大的,资源还可以,但是他们国家的GDP并不如我国,国民选择移民它国自然为的,就是享受更好的生活。 要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,再往高处走,想要移民的话自然会选择一个经济发展强大的国家,才更加的有机会啊。 第三,榜榜新,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资源还是很丰富的,很多的国人有生意头脑的,就去那里发财啊。 再加上那块土地原本就是我们的,俄罗斯怕那里移民的中国人多了,跟随着时间的演变就都是中国人了,那他们的统治也会出现偏差,当然会对中国人防范了。 要是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,岂不是得不潮湿吗? 其实想念认为,在哪里都没有自己的国家好,有什么事情国家就是最强大的后盾。 我们常常看新闻的时候发现,经常在国外的如果遇到战乱或者是危险,还是国家出面才可以解决他们于危难之中。 我们的祖国正在争争日上,在自己的国家发展,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啊。 想知道更多故事点击关注吧。